另外正南上这两个中央地方也吵翻了 是内政部营建署跟台北市政府 最近因为大巨弹跟大湾北段争议更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今天在活动当中隔空互呛 那么柯文哲质疑内政部是不是刁难卡关 而花敬群则回呛 解决大湾北段代金争议并非靠寒假 还是要说明原因 不然就是政治口水没必要玩这个火大 双方可以说火气都非常大 台北市长柯文哲十五号一早出席动土典礼 恰巧与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同台 这太阳有多大两人火气就有多大 我现在是对着所有摄影机 这个所谓政治口水 我是很务实的在问个问题 第一如果你对价格不满意 你两年前可以讲 第二你要是对价格不满意 不然你自己开价 你什么都不讲 我要体察你的心意 大巨蛋大湾北段案中央地方持续争执 隔空护杠气氛几乎降到冰点 就连轮到花敬群致辞时 大家手都拍了 就是柯文哲庄媒听到充当彼此是陌生人 连眼神都没交集 但两人口水空中继续喷 对象吵不停 但柯文哲先前被议员爆料 拿五万公筒私下宴请中国企业高层 来龙去迈没说清楚 如今宴客名单遭到媒体完整公布 柯文哲语气满是抱怨 大家都是合法登记的公司 不然你就要嘛 你就不要让他核准 那你要核准他又把他当做好像 好像毁谍间谍在看待 奇怪 大巨蛋大湾北段还有公筒宴客 柯文哲深陷利益风波 想脱身恐怕不简单 记者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